要掌握股市投资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te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凡志宏 那刚才第一阶段呢 我们讲了今天只有涨这个神山大家族 台积电啊这个联发科这一些 电子全职股 中小股又没戏了吗 那今天的贵买指数 昨天大涨今天跌幅比较重 那昨天底点没有破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然后呢在加运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也上调了几个关键点给大家去做参考 所以第一阶段大家记得要去看 那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回答的财报解析 那还有一个族群 跟台股是有关的 不是ODM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去 那大家在开始之前 记得海豚的YT突破2万 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说要做个活动 那现在这个优惠已经出来 所以大家记得掃科阿扣 那大家也别忘了 海豚在算月初吗 上礼拜 上礼拜也有送给大家海豚的 4月营收的营收强势股 其实今天又有涨停版的 那大家记得 你手上有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涨停版这家海豚没有买 不过其他表现 海豚有的 既然也不算太差 那大家记得 这个想要之后 可以更快收到海豚的 选股的讯息呢 记得来欢迎利用这次优惠 利用这次优惠 来参加海豚的学员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辉达财报了 好那第一季呢 营收是260亿美元 好那优于市场预期的246.5亿 好那第二季预估280亿 好那优于预期的268 所以等于呢 好双优预期 好那然后再是什么 好再就是说 呃其实啦 第一季营收算击败了这个预期 但是这个是所谓的 sell side的预期 好那by side的预期的话 其实大概大致上是符合 大概是符合白色的预期 所以呢 回答其实大致上 会觉得好像应该大概就震荡吧 应该也不至于大跌啦 那大家说盘后目前涨5%6% 那就看晚上的这个开盘之后 回答的怎么表现 有没有机会 重新带领电池股去走高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股票准备分拆 1 1拆10 1000块就变成 一股100块这样子 就更有利各个小韭菜们进场来抬轿 这个当然题外 这个是开玩笑啦 就至少说大家比较好去分配 好去分配这个资金比重 这个是利多啦 算是利多 因为过往之前 TESLA还是每次拆分完就是大涨 一直到了去年那一次拆分 才有比较弱的一个表现 但基本上过去几次拆分 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表现 所以基本上市场会把这个当成利多去做看待 好那再来就是各系列的看法呢 H200在第二季 第一季开始出货了 那Blackwell准备第三季开始量产 那Blackwell 下面大概就分成B100 B200跟GB200 那基本上B100跟B200 在第三季会先出货 那市场预估呢 第四季呢 这个GB200会开始出货 但是呢 之前有说过说 这个有延荡的问题 但在这一次的财报会议上 似乎没有说明 那当然这一次最大关注焦点的 就是液冷的部分 液冷伺服器的部分 当然就是有关散热了 那再第二点就是 CSP的客户呢 占比其实在下滑 那但是企业用户跟主权客户呢 占比是持续在提高 那车用半导体的部分 营收市有出现激增哦 似乎是有比 有比市场平均像恩智普 或者是那个Infading的状况好一些 那因为毕竟像Infading 这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有提到说 各个状况都有附属 微微车用 这个状况还是不好 但是呢 这个NV的部分 在车用状况反而是比较好的 那表示呢 这个AI辅助架的系统 开始有进步 那当然车用半导体市场也 也躺在地上很久了啦 有没有机会 后面慢慢的领先 所谓的利空出境 那我们可以慢慢持续做观察 那再来液冷的概念股呢 其实也是今天盘面 唯一的强势族群 就是高丽 骑虹 双虹 尼德克超纵 成名店还有吉帽 那其中高丽呢 今天是大涨8%吧 好啦 那海豚记得 海豚在金融链基市 海豚链金市里面 其实有分享过这个高丽 有分享过 大概两三周前 有分享过高丽 那那时候 记得下面还有人留言说 200周不推荐 400才在推荐 这个会不会是 要割韭菜什么之类的 那海豚只能说 海豚常常也是买在右上角啦 所以呢 基本上不用担心 海豚想出货给你 通常海豚被出货的几率 可能还比较高一点 那海豚会在这么高位置 看好他一定有海豚的理由 那这详细的内容 海豚基本上在周报 在手码已经都讲了更多 都讲了更多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来看 那更不要说啦 你说海豚的高力 还在高点 但是成名店呢 基本上 还50块 不到50块 我们就买 我们就已经在 周报还有手码 都已经讲了 那个旋印也是在这时候就上车 而且到现在 我们都还继续报 虽然说昨天有稍微去做个减码 但是目前不断还是有比较基本部位都还在 都还在 那当然说像3017 3324 齐宏跟双宏 也是维持一个强势整理 那有没有机会再顺利突破呢 我觉得 不好说 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期待后续的表现 那箭上 整个回答财报解析 我是觉得说 因为其实ODM厂来讲说 6669微影今天还是有创新高 还是有创新高的表现 那虽然说像是在2382广达 这边整理得不错 但是今天攻击失败 但是箭上 看起来 应该说以整个ODM来讲 还是主要看红海 红海 微影 跟广达三只 主要是看他们三只 那其他的弓链太多了 竹帆不及被载 那海豚就 另外再来去做分享 那 想听海豚更多的分享 就记得锁定海豚的 周报 跟海豚的索马影音 那也别忘了 利用这次的优惠 一起来加入海豚 那我们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 不对 我们下礼拜见 对另外提醒一下 因为海豚家里 有点事情 所以海豚下礼拜 会有几天请假 所以大家请注意 就可以随时 follow海豚的 Facebook的分享 那我们的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 111 尽管投顾 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